我大概认为是很好的 我内则有参与一部 那部事实上写的 我刚才讲的写的并不是很出色的 而且是漏洞百出的 那是写台湾一个张评仪小姐的她的往事 大陆现在的宣传影片 他们还是继续要拍的 大家有欢迎为党 为国家 为什麽 还会选出标杆型的人物 这个风华环就是标杆型的人物 一生尽心尽力为国家来去服务 为法院里面做事 而且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吃力不太好 因为你必须要走那么远路 谁愿意吃这种苦 你在城市里不是吃香喝辣的很好嘛 但是这些责任它全部扛下来 那他们有他们的体制 我们认为那也凸显了一些 不是70年代的时候 竟然可以选干部 选干部然后就可以当书记官 这好像是 我记得国民党好像以前在大陆好像是 当国民代表的时候 他说我为什么当国民代表 我被推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说 什麽叫国民代表嘛 然后大家排队排一队 然后我站在前面 后面就说 他说我们要选一个去当国民代表 国民代表会不会被枪毙 还是什麽也不知道 后面有人讨厌他 就把他推出来 推出来 不是我啊你 就把他抓过来 结果他来台湾吃香喝辣的 你又往往不知道 这有一点点人生里面有一点的荒谬 不过这个杨阿姨我是觉得 实际上是不错的 原因是因为 虽然是如此 但是他也是 有一点点慢慢的在城市里面 当中学习到了很多 这是他们的进步 我认为他们的进步 当然中共他现在的英雄法律 也慢慢必须要去政治这个科班出身 你必须要念书才能够真正当法官嘛 我这的话像以前像林选嘛 那这就并不是他的进步 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新旧之间里面的一种交替 在新暗旧当中里面 新的思维和旧的思维当中 起了一种冲突 那另外的话就是 很难得在这麽生硬的一个影片当中 那里面放置的感情的问题 非常非常不容易 尤其处理年纪大的人的感情 那是很难写的 我坦白讲 那个很难写 年轻人要来写这样的写本 那是门都没有了 我一开始讲说 那一段处理得很好 他在洗衣服 你看看 人生就这么短 没了 对呀 没了嘛 你能讲的到底 人生有什么好讲的 等到我们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 我们回顾完毕生 真的 人生有多少可以回想的 真的没多少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没多少的话 只要心安宁的 我认为就够了 所以到最后 他牙齿也断了 然后 虽然是处理的 最后 那一段他把那个谁赶走 各位想一想 那个谁 那个阿洛跟那个 他的新娘子 会回他们的那个遗嘱 还是先回去那个乡家 那个城镇里面 这个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他刻意不交代 为什么不交代这个角色 为什么他们不在 各位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们会跟他在一起嘛 那在一起 当他跌倒的时候 当他跌倒的时候 搞不好他会救他 那因为他你昏倒的时候 没有人救之 所以你看那一匹马 就放在那个地方 但是 那个 那个谁 那个杨阿姨就去问那个 阿嬷 阿嬷就用歌唱的方式 歌唱的方式 然后就已经知道说 他已经死掉了 这个就是 你看 那个谁 他们那个阿嬷 事实上是好像略据神通的东西 那他们那个吟唱的方式 让我想起 好像在秘鲁 还是这个 中南美洲那边的地方里面 他们有一个纪录片 他们有一个纪录片 他们都是吟唱的方式 在秘鲁当时里面 曾经有发生过那种 军队嘛 去强暴妇女 强暴妇女 然后那个妈妈 就一直吟唱的 那个她当时受辱 受到羞辱的那种事情 然后又吟唱 那我吟唱给女儿听 女儿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传出去啊 传出去 她这个就是借着吟唱 歌调呢 没有歌调 就像她这样 随便你 随便你要用什么音调都可以 那只要把这件事情 我听过以后 因为你唱歌给我听的话 我印象会特别深刻 就借用这个事实 然后一直传递下去 一直传递 他们那边没有文字 但是有声音有语言 就借歌透过语言里面 不断的传递 那这个苗祖里面 或者是这个摩梭祖 这其实它代理上 或者是一样的 老冯一生当中里面 那当然 他有他苦闷的地方 所以你认为说 他们两个夫妻到底是 已经离婚了 或者不离婚 这其实不用交代 但是我猜是离婚了 所以他才回忆句话 他说 不像现在的人离婚一下 说离就离了 那其实 有一点得说 那他太太 他太太 或者他自己 其实他也希望 他太太离婚了 但是 普遍华怨的人 大家都会说 他太太 是抛弃他们 所以老公还没面子 但是他无所谓 其实他也知道 每天里面 或者每一次行程里面 那么远要走那么远 一出去就那么遥远 让妻子独守空归 你认为合理吗 所以他就从良知上面 那种比较 他认为 这一点里面 干脆就离婚算 所以那一天 结婚的时候 就借用那个 结婚的那个 那个场景里面 我告诉我们说 遗嘱的结婚的仪式是什么 还有他们欢迎你 是用泼水 这个都有眼 可是到最后的话 还有他们说 村民公约 那个就不计算在内 但是 最后 他也用心肠去告诉那个谁 那个女孩子 他说 刚刚我们这一行 你嫁给那个阿若 你应该心中里面 应该要有认知 阿若会不会 心甘情愿地 回到这个遗嘱里面来 也就是说你是遗嘱 那干脆你也办案的遗嘱 通通是你去 当然 政府里面 他们那个政府里面 就是当然 他在提示这些的时候 当然就有他们 自己的一种见解 阿若当然 不会放弃他的公子 我想他不会的 那也许回去 那也许回去是 希望他回去是 求那个谁 他的老院长 老院长能够严了 你看那个 老冯的讲话里面 多么贴切啊 他说你老让人 冷气在头上嘛 那你就不会让让嘛 让让两天过去的 有些好讲话了嘛 你怎么一下子 就把那个女孩子带走 诶 我带走他没有犯错啊 为什么 合法呀 我被印章也盖了 那个结婚证书有了 我是合法的 对吧 国法天理人情 因为永远不会超过这三样东西 天理国法人情永远是这样的 这以前一个老先生跟我讲 人事之间里面大概就不理 不理 好吧 你要讲国法吗 可以啊 但没有的话 上面还有天理 天理 到最后国法之下里面还有人情 但是这个 如果是先讲国法 这是照理应该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先讲人情 其实也不准 那如果说跟同同永泽紧去讲 那世界上里面就没有所谓的法律 法律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永远是很难拿捏的 人和人之间里面是不是应该 在这方面里面应该寻求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也是我们台湾比较少有的一个影片 我没有去拍类似这样的永远影片 但并不是很容易的 并不是很容易的 我知道像其他的民族里面 中国因为它统治的比较严谨一点点 或者说他们统治这些东西里面 事实上是有计划在做的 那我们因为开放开放的很大 所以反而我们有很多人 一直 昨天我才碰到一个拍纪录片 拍那个类似报道文学的东西 他说他常常住在部落 他还带着一个部落 说你是原住民 他说不是 他是做记录的 做记录 他说他很多资料非常非常宝贵 我说你在怎么写的话 人家不会承认你 因为现在我们的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 他们的那个思想是开放性 他们认为说 你们的观点在怎么写 都是汉人的观点 这是我碰过很多的 我甚至以前我也写过他们的剧本 要写他们 但是他们都不太认同 不太认同的原因是说 那你是用汉人的观点来写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不过我是很尽量的 已经用他们的语言 用他们的资料 就是大家研究 不过这个研究还是汉人研究的 汉人研究 所以你要去深入到他们的 这种生活上面的底端 我认为也是 并不是很容易 所以现在自己告诉自己 就尽量不去碰 类似原住民的东西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 新的人才会出现 我也是曾经写过 台湾第一出的客家习 我不是客家人 但是我写李乔的东西 所以后来把李乔找出来 我说你来帮我翻译吧 因为我不会写你们客家习 所以他后面就帮我写 那个翻译 写成什么 主台剧 所以后来才有客家电视台 所以后来李乔主持一个节目 他就请我去他们节目里面 访问我 我那时候有讲 我说 大概那一次 其实是希望能够有 呈现起后的那个作用 那应该有更多的客家人 可以出来 可以写他们 属于他们的剧本 这是我当时里面的一种期许 不过现在大家已经是慢慢的 有一种共荣的一种现象 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 不管是什么民族啦 不管你是哪一族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差不多 因为地方很小 地方很小里面 它的共荣性就很足 但是台湾偏偏在发展所谓的一乡 一文化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都每个乡镇里面 都有新的一种文化产生 这也是好 但是也事实上也会有一点点偏失 这以后你就知道 到最后的时候 就会因为这样的 然后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一种所谓的竞争 就会出现 然后竞争里面 并不是不好 竞争才会有进步 但是这中间里面 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 反正各种事情过于不及 中共并不是很恰难的地方 中共里面 其实他们拍这十部影片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大量是希望 让台湾去投资 我知道是这样 所以后面的话 是不是幸福人寿去投资的 我想大概后面 幸福人寿所有的钱 全部被那个扣住了 或者是有没有 然后到大陆去 因为那个 那个董事长就被抓进去 关那个 我有跟他 确实我有跟他谈 他们夫妻都坐在我旁边 那跟那个大陆那个谈 那我是被请去评论他们 要写的决定 到底写的好不好 那我是有话直说 因为好就是好 不好那就是不好 所以我说到不好 那大陆那些制作人 他们不但没有恶隐相像 反而还送我到门口派 有机会要合作好 因为这个连讲的都对 当然很客气啦 因为他们这个是 这方面我们是比较不会的 但不管怎样 反正后面他是有修正的 因为我那个 买那个影片 郭伯伴的那个影片的 那个朋友 他确实是有更加 你说的这部有 我叫他寄给我 到现在都没有寄给我 我不知道他到底拍的 拍的什么样子 那这部是因为他有发行 而且是所有的影片当中里面 大概一个挑水的那个 我有讲过 但是他前我去 中文经验南讲 郭伯伴是他自己的 那这部是因为有发行 郭伯伴总管有满 所以把它调查 所以可以的在这个地方里面 做了一个展现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 相当有特色的一个 在云南西北方 这个地方的民主里面 那如果有法律在那个地方 法律要 要能够跟这个地方里面去联结 那是不是相当不容易的 相当不容易的 但总是他把它拍完 不过他也成就了这一段的 一种感情生活 我觉得他跟那个谁 那个杨阿姨跟那个彭伯伴 这一段的一种感情 处理得非常非常暖 处理得非常好 当然李宝田是没话说啦 他这个已经是戏精了 那个演戏里面 该放该放就放 该收敛就收敛 该被骂就被骂等等 所以他都跟那个谁 跟那个杨阿姨 情感里面 你看不出 你看不出说他们两个 真的是有什么样的 真正亲密的一种行为 那你说有吗 没有吗 很难说吧 因为那一天 这一回 这一回是多了一个阿洛 是不是 电灯泡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 才会有丢棉被 那个对不对 在中间隔了一个套 但是阿洛也在这里 说盖子板给你 然后他又把它丢回来了 他说 会冷欸 他说 那你就不能 是吧 这个我们好像大家都看过的 在家里看过的 但是这一段感情 最终里面是没有结局的 所以他给我们 虽然是有一点点悲剧 这样的一种行为 但是这个冯华观里面 他们要的这个角色里面 他事实上是已经抽离出来 已经抽离出来 而且算成功的 去做了一番的 一个长线 这是我认为 是在十部影片当中 相当成功的一部 故事很简单 但是我想看了以后 大家应该会有心有气心烟吧 那不晓得有没有 一些想法 愿意跟大家去分享 我先把时间开放 来 有没有人愿意 就这个影片里面 有一些看不懂的 或者什么东西 这也是